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对这些姐妹们来说 这不单单只是一堂生活适应课而已 来到这里 他们的情感同时得到了抒发和慰藉 我们一块来看看 这个就是你们念的什么 耳朵里听到的是熟悉的博博摸风 但放眼望去 这堂课的学生不是小朋友 而是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新移民 由于万华区是台北市新移民人口最多的地区 为了协助新移民生活适应 区公所开办了一系列的课程 今天的中文课有一半的新学员没学过注音 但也有不少人像来自泰国的简维新 是第二年来报名这个课程了 想要学习的渴望 悬写在他们专注的脸庞上 在这里他们不用担心声色的国语被取笑 也只有这个时候有机会 和自己家乡的姐妹聊聊天 抒发心情 好玩啊 有很多的朋友 有看到吧 有朋友的 有节目很多 在街也不知道做什么 有欢笑有交流 语言的隔阂 与离家的寂寞 都在这里得到了书发员的节目